绿灯之心骑士骑在内侧车道 忽然间整个人喷飞 连人带车滚了好几圈 还刮地喷溅火花 往前滑行20公尺远才停下来 但隔没几分钟又有另外一名机车骑士 路过同个地方时一样惨衰受伤 吓得后方来车通通紧急刹车闪避 怎么回事原来全都是因为这辆蓝色吊车惹的祸 车头掉落一个木条 吊车转弯的时候没有想到后方的掉下来 一根木条还掉在路中间 其实行进而来根本没有发现 直点碾压过去还接连摔车 车祸发生地点在新北市五谷 20号早上6点多 这里来往大车多 再加上是转弯处 若是后方物品没有捆绑好 就会影响到其他用路人 当天65岁的周姓驾驶开着吊车 从新北市出发要到台北大志工地上班 没有想到半路掉了一个木条 自己也没发现 直到核性骑士和柳性骑士接连发生车祸 警方受理通知才知道出包了 依照道交条例第三十条 没有滚绑好物品散落路面 最高可开罚一万八千元 而两名受伤的骑士也能向他提出求偿 调车司机没注意掉落物品 没有想到害得后方机车骑士 碾压摔倒 还好送一后两人意识清楚 但掉一个木条闯下大祸真的不应该 万一酿成二次车祸 却可不得了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